妈 看到这衣裳 看到这衣裳的颜色 我就会想到 你儿子 你儿子杀的那些人 他们身上流出来的血 侯志宏 我告诉你 咱俩不可能附和 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看我手上的奖子 你练着啊 少奶奶 你回来了 拿枪 你知道 怎么那么热闹 谁来了 你自己去看看啊 你练着啊 你看谁回来了 妈 云朗 妈 你毕业了 你回来了 毕业了你看 长高了 长结实了 对了 让我看看 真的是长黑了 你妈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该多开心啊 是啊 你妈妈在天之灵 一定会高兴的 你这一毕业啊 真好啊 这也算是一件大喜事啊 装喜临门哪 还有什么好事啊 你爸爸妈妈也要复合了 妈 妈 真的 真的啊 在云朗的时候我就想这事 想我回来之后一定劝你们复合 没想到你们 少爷 云朗回来了 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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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样的 没给老子丢脸 你们教官经常给我写信夸你 好 明天到我那儿去报道吧 是 你看你爸爸啊 一拖再拖呀 拖到三月初八 拖对了 拖对了 你看看云朗回来了吧 全家都在这儿 这叫全家团聚 大奶奶 大奶奶 少奶奶 采缝已经把少奶奶的嫁衣给送来了 这采缝也凑热闹 真好看哪 漂亮 侯太太 这是您定的嫁衣 老板说了 您先试一下 大喜的日子还有几天 如果不合适的话 我们马上再改 国秀啊 你试试 妈 您就试试啊 往身上一套就行 妈 我今儿累了一天了 要不明儿再试吧 好吧 妈 您就试试吧您 鱿鱼 你别跟着瞎启后 你怎么了 你看 那伙计就这么端着呢 你好歹试一下吧 你看看 多好看哪 你看看 你看 试试吧 郭秀啊 试试 妈 钱照付 衣裳退回去吧 你到底是怎么了 试试吧 妈 看到这衣裳 看到这衣裳的颜色 我就会想到 你儿子 你儿子杀的那些人 她们身上流出来的血 侯志宏 我告诉你 咱俩不可能复合 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妈 我 你做了什么 我做什么了 我没做什么 你杀人了 我是在执行命令 执行命令你就杀人吧 都不打仗 你还杀人 妈 政治你不懂 我 我 都不打仗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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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开枪打死了那些孩子们 对啊 我是在执行命令 是命令 上边让我打 我能不打吗 郭秀 我不是已经帮你 把朱宇忠送出城了吗 他有没有说 在紧要的关头 是我救了他 你能救宇忠 正说明命令不是不可以违抗的 是 你是救了一个 可是你杀了更多 郭秀 我怎么跟你说呢 郭秀 郭秀 那些人都是共产党 政治我不懂 我只知道 刚过了几天太平日子 你们又开始杀人 你不懂政治 就别跟着谄和了 咱们过咱们的日子不好吗 每个人都想过太平的日子 可是怕天下一变 就逼着每个人都做出选择 你选择杀人 我敬国秀 我 选择 不和你赴婚 这都是什么道理吗 这都是 你再想想想想 志宏 什么事 宇忠告诉我 他太太徐贵心 可能被你们抓去了 你去看看 贵心和他孩子 是不是在你们牢里 如果在的话 他就是共产党 我救不了他 可是他五月大的孩子 也是共产党吗 我目标得很快 都听到你们都听到 看不见了 干净 真的这么一样 我学校的孩子 我学校的孩子 你学校的孩子 我学校的孩子 都是你学校的孩子 那么 fum 妈 妈 我爸他也是一时糊涂 才做了错事 不过 他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毕竟他是军人 要不 您再原谅他一次 云朗 妈不想听你说这些 你也是一个军人 你记住了 枪无情 但是人有情 不能因为服从命令为借口 就对战场以外的老百姓开杀戒 就算是 上司的命令不能违抗 你的枪口就不能往上抬抬吗 云朗你记住了 如果有一天 你对战场上以外的老百姓开枪 你就永远不再是妈的儿子 记住了 我记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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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世道怎么乱 咱们一家人还是一家人吧 文秀 你就饶了志宏吧 妈 你要是再逼我的话 那就是逼我离开这个家呢 我 走 我不是逼你呀 佳佳有本来念的经啊 就这么过吧 说这个志宏他怎么这么不争气呀 把这一家人给毁了 我 那 我 我 我 不是